好 我们接了昨天这个继续啊 找一下这个内存供电 1.8 1.05 这些都没 好 我们接了昨天这个继续啊 找一下这个内存供电 1.8 1.05 这些都没测 1.2 PU11 PU11 PU15 PU11 PU15在哪里呢 看一下 PU11 PU15 PU11 没看到PU15啊 应该是蛮大的一个电感啊 内存槽边上 是P了18 P了8 P了15在这里 哦 这是P了15啊 那就不太对劲了 我再重新测一下 出发了啊 出发了啊 这就有点不对了 1.05啊 PU15 P了15 这1.05啊 这一路不太对 1.05 P了15 这是通常的 不太对劲啊 这个 85 81P P P了15 哦 这是1.05的 我开错了 是吧 1.05的呢 这个也P了17 P了17没电压吧 这个不对 不对不对 啊 P217就在这 这个电感没电0.2 好 先断电啊 打下阻值 打下阻值 100多 反正阻值不算低 还算OK的 那这个就是没工作的原因嘛 是吧 来 四波器上来 对不对 这个得用四波器上来了 拿个四波器拿过来 只要用这种四波器 那得才才才方便大家看 我不用搞那么的摄像头 嗯 嗯 我就想的那些人 很多人 很多人买个四波器 常年都吃灰的 他是怎么修机器的 他妈的 我感觉我修什么都得用四波器 啊 这个 这个 ok 就这样子 测试了电感后端的波形 先插电 一点动静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起来 电感前端看看也没有动作 电感前端也没动作 那就说明这个真的是没有工作 芯片没工作啊 好 查芯片条件 示波器是给客人看的啊 怎样的呢 那接下来看一下PU12啊 也就在旁边 测试它的条件 测试它的供电 测试它的供电 它的供电的话是11角12角 要有5V 我再把这个模式改一下 改为自动啊 这是它第11角12角 它一边是几个角的呢 1 2 3 3 4 5 5 10 10 应该这里应该就是供电 有5V 有5V 通过5V 通过5.1 送到11角 下面这个5V 直接进12角 是不是 还通过个18点几可以上到13角 应该说11 12 13都是5V啊 11 12 12 12 13 都有电啊 没问题 好 那就看一下它的开启嘛 6角 TON 频率设定 6角也没有电 6角 和8角的开启 6角频率设定 6角 不是6角 9角 看反了 9 9跟6都看不清了 9角 1 2 3 4 5 6 7 8 9 9角有电 9角 9角是将近 蛮高的 9角有电啊 8角的 8角是没电 没开启 8角是没电 没开启 没有 没有 看你现在不够吧 开启现在就0.1的一点一点 没了 看 开启现在不够 开启现在不够 对 现在开启信号有问题 好 来看一下哪个电子开路了 我先看一下这个 我先打一下这两个电子的那个找一下这两个东西 看一下怎么回事 1 2 3 4 5 6 7 8 可能是芯片坏的啊 可能是芯片坏的啊 这个玲露电阻 我看 应该没坏 10 呃第八角的玲露电阻 看一下 12345 5 6 7 8 0欧电阻怎么会有会有组织呢 看一下 这应该是0欧吗 这还有50多欧了 直接抽开了 把它焊掉算了干掉 干错了没有是不是那里 去那里啊 呃 电阻有可能是有问题直连 我打下组织如果不短路的话 就直连吧 500多的组织 诶 另一头是0 他另一头短路了我操 芯片那一个角没短 芯片的角没短 外面那一头短了我操 这个SYS ON 那可是EC发过来的呀 不对 他也去完了U52 这没装 这没装去完了去EC发出来的 啊 别的地方倒也没什么 就是说除了来到这里开启内存供电以外 还去完了U52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的 低电瓶 这个不 去网上他的这个 第一讲 没有啊 没有啊这个是经过那个转换的了 第一脚不是那个信号了 第一脚是30P SYS ON这个是经过那个 MOS三级管转MOS管转换的 那就只能是EC了没别的地方了 只有EC啊哈 哎不对呀 SYS ON 哦是哦 没有转啊他妈的就是EC出来的 我操 就是这个先把这U52拆了再说 先把他断开先 U52 拆拆再说拆拆还短他妈就EC了我靠 我真他妈不想怀疑EC哎 我再仔细测一下我看我数错银角了没有妈的 12345678 我再测一下 零欧 这里是不是相通的我看一下 你是相通的 我这就是这个是这个什么鬼呀 我不装那个电阻我试一下看什么情况 他妈的 不装那个电阻 咦我操上去了你看 那个电阻是 是别人搞的吗 我看一下我怎么搞一下 我再测一下那个电阻啊 现在可以通电了盖了散烂器可以通电 1.5V没毛病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 我看有没有读内存 那是试过器来 税我看有没有读内存 我看有没有读内存 有没有读内存 不是人 我也做的故障 我估计 桥还是挂的 我撤下前端那些波形 前端波形好漂亮 后端呢 后端的这个1.5V也很漂亮 好 先断电 调一下那个 示波器 我用下降盐 下降盐 测一下怎么转型波形 嗯 我那么BIOS都没刷 下降盐 没有读 我用单试 试一下 诶 有读 内存 有读 有读 只是说刚才没看到而已 有读有读去 再测一遍 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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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 这个是第200角 2002角 可以测量 啊 先不要乱 我装个内存 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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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板的话 应该也就修到这样的样子了 哎 跑得更高了 估计是没刷BIOS 会挡一会内存 过一会应该会出极限供电吧 这个挡内存了 没刷BIOS 不用测了 不用测了 没过内存 好 啊 今天150多号能人不少了 嗯 啊 好这样子吧 嗯 这个呢 等我后面 讲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了 啊 对 我们上次讲的标准时序 讲的硬启动 硬启动部分 这个板已经完成了 现在这个是软启动范围的内容 啊 对 反正就是刷个BIOS不行的话 估计得就是换回原来的桥了 没有什么问题的 已经读内存的话 都已经到这个内存这一步 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明白没有 就是要换回同型号的桥 或者是刷一个BIOS 基本上就OK了 这个板子 没什么问题了 你现在cpu供电出来了 cpu工作了 跑码了 读内存了 现在就挡在内存的过不去 应该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换桥之后没刷BIOS 第二就是桥原型号 这个跟其他型号不一样 对不上原型号 可能就是两个问题了 没别的问题的 这板子也不是那种 修的很垃圾那种啊 对 好 经过这个板呢 从那个短路待机 有问题开不了机 然后换桥修好能开机 然后从那个没有内存供电 对吧一路路测下来 啊 对 要按照时序按照套路来 啊 那个不是开启的原因啊 不是开启 是那个开启信号被拉低 啊 应该是 不知道是学员还是谁吧 反正这个我也是从那边拿过来的板子 没有焊过的痕迹 应该是做的手脚吧 做的不够高明啊 拉低了 对 好了先放来了 嗯 你看到没有 这实际上我们证明一个问题哈 7系列的板子装个6系列桥 他也能开机能跑马耶 啊 我曾经在别的机上试过是能量机的 啊 这是一个奇迹啊 从来都没有这么试过 是吧 原理 讲一下原理从哪里做手脚 讲一下原理不是为了修好吧 为什么讲原理要做手脚 啊 好了 这个就是要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了 啊 我们前面讲过什么内容呢 就是讲了一个硬启动 啊 讲了个硬启动 啊 我看一下讲了在哪里去了 100系列 讲了那个100系列的时序 和硬启动 这是我们 对这是我们前面第9课还是第10课讲的内容 对不对 嗯 我们的维修过程中 就是按照这个来的啊 装入纽壳电池之后呢 会产生RTC供电 啊 然后 RTC供电的话呢 我们 总共有几个的条件知道吗 100系列RTC电路的条件有哪几个知道吧 啊 当时我们呢 讲这个时序图的时候就有提到过 啊 产生维修的RTC 接着会产生什么 这个是它的RTC电路的四大条件 啊 这是我们当时讲的100系列的 啊 嗯 这是RTC电路四大条件 一个供电 两个复位一个时钟 啊 嗯 嗯 然后要产生公共点 这个我们 拿这个板子我们试着一下 公共点短路会是什么故障 也看到了大电流是什么样子 看到了伪创的保护跟人保的保护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哎我们两个板对比了 我们这个人保这个板呢短路之后他并不会说产生大电流 对不对 那电流表一跳一跳的 所以大家以后到维修过程中哈 你就回顾一下看看前面那两节课 啊可以看到我们那个 人保的板公共点短路是什么样子 对吧 对我们也根据图图图图图 然后测了一下实物中 隔离管的导通是怎么导通的 G级电压多少 4倍器电压是怎么流向公共点的 我们找到简流电阻 这个一步我们是测过的 对不对 然后接着产生EC代机 EC代机供电我们有测过实际测量过 啊时钟我们这个刚刚测的那个板是没有时钟内置时钟 复位我们有测量过 读程序我们这个EC内置程序 所以这个程序没有没有去看 然后接下来呢 EC会去开启桥带机供电 3.3伏和5伏我们这个板上都有 因为我那个板呢它是没有那个1.0伏带机 所以它只有深度睡眠带机3.3和浅睡眠带机供电3.3 知道吧 对我那个板是插电就有3.5伏 那个5伏不用给桥 但是它会跟着3.3伏一起产生 那有些机器呢是要按开关之后才会开启哈 这两个电压哈3.3伏带机有的按开关之后才有 啊 如果这些带机供电正常以后呢 会产生POWOK送给桥的这个DSWPOWOK和RSMRST引脚 然后我们才能开机 昨天我们修的时候呢 是刚好前面这个EC复位有了之后 我们在修这个待机的时候啊 修这个3.3伏的时候 发现3.3伏是短路的 对不对啊 我们这个刚那个板哈是短路的 所以后来我们又排除短路 通过什么方法排除短路啊 通过烧机的方法 烧机的话我限流了 电压现在的多少伏用几伏去烧的 还记得吗 啊 肯定烧机的时候你不能超过这个电压 3.9伏 最开始是3伏后来加到3.4 啊 对 你不能比这个目标电压更高 高了之后呢 那些不死都被干死了 啊 同时我们还发现我们这个 主板呢 3.3伏电感后端哈 有一个隔离点 通过断开隔离点 发现是后级短路不是前级 而且我们在烧机之前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这个板断开隔离点后 虽然前端组织正常 但是它依然不会产生3.3伏输出 芯片好像会保护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空载状态下不工作 断开后级负载 它依然不输出3.3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测量的时候 发现了问题 啊 然后 这个3.3短路我们去烧机 烧了很久 最终发现是桥微微的发烫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桥 取掉 取掉之后呢 就是组织恢复正常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桥 换回去 我换的还不是原型号 是我从我的桌面上随便拿了一个 拆机的 啊 随便搞了一个拆机的 啊 然后这个拆机的呢 这个也不是 应该也不是好 我也不知道好坏 反正之前应该是有问题 拆下来放在桌面上 有一段时间了啊 反正也是个六系列的 主板上原来是七系列的 我换了个六系列上去 勉强组织恢复正常 啊 恢复正常了以后 在通电 哎 三五伏也出来了 待机电流也恢复了正常状态 啊 六系列可以安装到五系列上面吗 这个话不用问 因为他俩形状的不一样 脚位的不同 啊 我六系列七系列为什么能装上去 是因为他连钢网的一样脚位一样 供电脚位相同 所以我装上去了 还能跑马 啊 对不对 啊 我换了桥之后 3.3伏出来了 而且按开关之后 还能够触发上电 我按开关之后 能够触发上电 我那么 可以确定 它的POWEROK和RSMRC是正常的 如果按开关没反应 我才去查 我就会去查这两个信号 如果按了开关 都有反应了 那么我这两个信号可以不用查 所以第五步 我是跳过了 明白没有 第五步第六步 我都没有去测 我直接跳过 然后看了有1.0伏 总线供电的出来了 啊 当时缺的是1.5伏内存主供电 我老是找半天没找到 那今天呢 我打开电路图发现 旁边变了17是内存供电 测的没电压 啊 啊 内存是DDR3的是1.5 DDR3L的是1.35 DDR4的是1.2 啊 反正就是没有内存主供电 啊 这些信号都已经发出来了 啊 经过排查 发现是内存主供电的开启信号 被拉低了 应该是做了一个故障啊 啊 对 那个电阻的话看不出来 反正就是很高明的焊接手法 啊 因为我外表搓着搓着 那个电阻竟然掉下来了 一头翘起来了 啊 对 是这样的这个情况 所以 啊 好 那么恢复内存供电以后 那就开始 通电之后电流就上的比较高了 上的比较高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那些 呃 时钟复位 我都没有去测量 然后我直接测了哪里呢 我测的是这个图上没有的 我测的是这个 到哪里的 测的是那个第18步了 乔通过asm总线读取内存信息 在这一步 我去测了那个内存的 那个 200角 202角 测了有读内存动作了 啊 一定要读了内存 过内存之后 才会有极显供电 所以我测的极显供电没有 所以我说没有过内存 对不对 最终在cpu座旁边我测的没有内 没有 没有极显供电 我就说这肯定是没有过内存 只是挡内存 虽然装上内存之后呢 电流更高了 对不对 读内存了 但是没有过内存 应该是反正还有问题吧 没有极显供电 啊 这是这么一个回事 我为什么看了电流啊 前面的电 总之来说 第八部那些供电 可能是有了啊 第八部有了之后 电流上到那么高了 我就会从后面 往前面测 啊 看看哪些有没有 如果没有读内存 那么我肯定会看 乔有没有读BIOS 看cpu有没有读BIOS 如果没有 那么我肯定会去查svid 啊 如果没有 我再去查他的复位查那些东西啊 我一个会一个个的往前查 啊 对 看他卡到哪一步 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维修流程 明白没有 好吧 把桥上面的电容换成电杆 会怎么样 你试一下嘛 对不对 这个问都不用问了 桥上面的电容一般也是绿波电容啊 啊 通电之后电流大的时候 不是你的汉的那个电杆废掉 就是桥废掉或者是 那个供电保护掉电呗 没有什么现象 对不对 19V肯定不会干过去呗 啊 会不会内存有供电呢 前面信号也出不来 呵呵 内存供电有了前面没什么信号 前面就是sleep信号跟那些 啊 没有什么信号 内存供电前面没什么信号 对不对 我们除了这个泡OK这些东西没有去测 那是因为他已经能够开机了 对不对 按开关照能开机能产生内存供电前面没什么信号了 知道吧 你不要去想那些玩意 我们学时序一定要活学活用 知道吧 啊 一定要活学活用 你千万不要被时序 这个搞晕了啊 对 sleep s4你根本不用测 因为我测到 那个1.0V1.05V都有 那肯定sleeps3是正常的 知道吧 那么sleeps3呢 有为什么会没有sleeps4s5的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我就从内存主供电反着追 如果内存供电没有 那我会返回去查s4s5 啊 等到没有就这个意思 啊 好吧就这个这么回事 然后我 把内存供电修好 电流都跑得很高了 那么跑得很高的时候 那些 呃 时钟复位我们就不用说 这样子从头到尾一个个的去测 我就从最后往前面找 看看他到底还缺哪个 明白没有 当他能够跑起来了 电流都上去了 很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后面往前查 这样会更快 你不要再从前面一个个的再测过去了 啊 但你从后 从前一个个测过来发现什么的 都到第18步了 前面全部白测了 那是不是很慢 那讲究效率 是不是 啊 对 反推啊 一定要学会反推 我我们讲的是那个 这个 哎 我看一下我把这个 我借助一下我们曾经画的一个 六七八九系列的那种框图给大家看一下啊 六七八九的这个看框图差不多 反正啊 相差不会太大 这种框图哈 我再借助一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流程 啊 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时序 不是乱来 好吧 对到哪一步测什么信号 那我们最开始 按下开关 开关信号呢 它不是进桥 开关信号呢 是送给EC 对不对 只要EC那些前提条件 都没有问题 就是说它的供电始终复位哈 就是我们那个时序 那个图里面提到的那些 啊 就是这个前面那些EC的待机供电 时序复位 就是前面的一二三步 这些都要正常 明白没有 嗯 这些都要正常 好吧 这些条件 就是EC的那些条件 供电时序复位程序 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按下开关 开关本来是个高电瓶 你按开关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拉低动作 因为你按开关 开关接地了 知道吧 所以会把它拉低 变成低电瓶零伏 你松开开关 它又恢复了高电瓶 只要有这样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进到EC EC在代机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包括那个立的信号 休眠合格开关哈 都是高电瓶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会发出这个开机 高低高跳变 送给桥 明白没有 就会送出去 啊 啊 如果你按了开关没反应 按开关没反应 开不了机 那我们的切入点就是这里 就是EC送给桥的这个叫切入点 啊 为什么从这里切入呢 按开关后没反应 你首先你就用示波器啊 去测一下 EC送给桥的有没有高低高跳变 如果这里没有 那就是说EC收到开关之后 没有发出去给桥 那依然是EC本身或者是条件有问题 啊 这条件有问题 EC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这些条件都检查完了 没问题的话就换EC 啊 然后应该就没问题了 按下开关 开关进EC 啊 它就可以发出去 如果是EC已经发出了高低高的跳变 啊 按开关之后啊 EC收到开关信号 已经发出高低高这种触发信号送给了桥 好 还是不开机的话 那就查桥的条件 桥的话呢 我们之前讲了 啊 有有几大条件呢 我们普通机器有11大带机条件 啊像六七系列的 一个RTC这里就有六大条件 一个供电 一个时钟 就是三十二点七六八哈 知道吧 就是这个三十二点七六八 一个供电一个时钟 然后两个复位 两个开启 这是属于RTC电路的 啊 两个复位就是RTC Reset SRTC 两个开启就是那两个EN结尾的 DSWVMEN和INTVMEN 那两个EN的话在六七系列是开启 桥 内部的吻压器1.05V的啊 内部的1.05V我们测不到的啊 所以说只要保证开启信号有就行 这是六七系列的 我们六七八九的都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讲了一百系列的 就就是什么呢 今天讲的那个前两天讲的一百系列时序 就缺少这两个信号 只有供电 复位和时钟 那个时序图里面是这样子 只有四大条件 RTC电路四大条件 啊 不是六大条件 接下来 就是下面的一个深度 水面带机供电 浅水面带机供电 在以前六七八九里面 叫VCCDSW3-3 和VCCSARS3-3 对不对 那现在的新机器呢 新机器叫做VCCDSW-3P3 和VCCPRM-3P3 就这两个 啊 这个必须要有 然后就是一个BATLow 啊 以及DPAOK RSMRST 这些就是代机条件 啊 DPAOK 我们这里也提到过 RSMRST也提到过 唯独这里没有提到的是一个BATLow 啊 就是这个BATLow 是这个信号 我的时序图里面没有提到 啊 但是其他的都提到了 这里的DPAOK 就是我们说的DSWPAOK 深度水门带机订阅好 以及RSMRST 那这些就是我们说的 11大带机条件 啊 就是说我们的桥 收到开关信号之后啊 收到EC发过来的高低高调片之后 不发出SleepS5 S3 S4 不发出这些信号 啊 那么就去查这几个十一大条件 十一大条件 十一大条件正常了 还不发出去 换桥 啊 十一大条件不正常 就查他十一大条件产生来源 明白没有 像这个金针这些东西 必须要用四波器去测 啊 高低高跳变 最好也用四波器去测 啊 啊 知道吧 啊 那么 他发出了 SleepS5 S4 那就会去开启 内存供电 啊 开启那些 S0状态电压 这里的S0状态电压 就包括那些总线供电啊 索线环供电 一堆的供电 都是从 由SleepS3去开启 啊 有没有 啊 固供电正常以后 那么他的金针 啊 那些25兆金针啊 24兆金针啊 就会起震 啊 然后他也会收到那些POWOK 这些信号 收到这些POWOK信号啊 然后就读取BIOS 读取密固件 配置脚位 然后发出时钟 啊 发出POC POW固带 发出DRAMPOWOK 啊 然后再发出平台复位 发出CPU复位 啊 然后会有SVID 啊 去开启或调节CPU供电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 这些这个我这个流程呢 就是这里的12345的一个缩写版吧 啊 这个是100系列的啊 对 那个曾经的那个老的也给你们看一下啊 老的呢 是6789系列的 那个虽然我们没讲啊 呃 那个你如果是想看的话就看一下啊 6789系列的啊 这个你们自己快速截图就行了 前面的都一样 都是要插入电池 产生什么VC的RTC 产生供应点 产生EC的待机 这些都不便 然后同样 EC点到设备器之后 开启那些桥待机 产生POWOK DPOWOK 那些RSM RST 然后一样的要收到开关信号 发出STIP信号 去控制产生购楼供电 STIP S5 S4 产生内存主供电 S3 开启那些其他的电压 对吧 各供电都开启了 那乔的25兆 那乔的25兆金正就会起证 然后那些我这里的深颜色的这个主要是以67的为主啊 主要以67为主 那89的在哪里呢 89的就是这个括号里面有备注89系列中是哪什么什么样子 比如说这个STIP S3S4 这一步啊 就是89系列没有这两个供电 内存供电是多少 前面的没有 备注的就是相同的 6789是一样的 那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就会做备注 知道吧 会做好备注 好 89 到了第九步以后啊 25兆起证了 POWOK A POWOK都有了啊 那个时候呢 6系列是没有CPU供电 但是CPU供电开启肯定有了 但是没有CPU供电 89系列的话呢 是有CPU供电 啊 VBOT电压 而且还会有POWOK 啊 前面那些POWOK都正常了以后 就会开路说出D-RUNPOWOK 然后要读取BIOS中的密 啊 然后 乔发出购路时钟 并返回33兆 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画的 发出购路时钟啊 返回时钟我这就没画出来了 反正就购路时钟 返回的也是购路时钟中的其中一个 啊 啊 对 然后 想要发出POCPOW过的 啊 对 反正就是89系列也是这样子 啊 后面89的不一样地方我都有备注 啊 啊 然后发出SVID 控制产生CPU核心供电 啊 然后产生SYS POWOK 产生平台复位 啊 和CPU复位 然后CPU去读BIOS 啊 进行自检 啊 自检到内存的时候开启极限供电 啊 自检过内存之后才会有极限供电啊 对 这是6789的89系列里面没有极限供电啊 89系列里面你修到有CPU复位了硬启动过程就基本上完成了 知道吧 这是我们那个硬启动过程 啊 对 啊 谁还在问 23的 啊 有没有23系列的 没有 我们 我们现在教学最少都从67系列开始 67系列的芯片组搭配的是 23代的CPU 那二代三代CPU一般都是2011年12年的机子 啊 再往前面5系列都到2010年09年左右的机子 你还要4系列3系列2系列那 那麽的 那个东西啊 就是骨灰级的 我没讲过那些的 哼 那些没没讲过的了 啊 啊 啊 好 行了 嗯 这个硬启动过程你们自己去看一下怎么样把它背下来哈 这个要背下来才好 对 100系列的跟或者是6789的两个都要很熟悉 啊 6789系列的跟刚刚最后面那个100系列的啊 要很熟悉啊 然后我们再修修一些不开机的啊 不上电的呀 那样才比较得心应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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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